我现在已经没有在中国了 没错,我的朋友们Maki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家乡 我又回到德国了 Maki最近在中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分享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们还没看到,赶紧的去看一看 德国夏天来喽 Felix也来喽 你好 回来的这个行程真的太困难了 Maki是从中国上海做了飞机 到达了德国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又转机 转到德国牛轮堡 结果这个飞机被取消了 我说到充滞的时候还剩两个多小时 怎么办呢 然后德国韩萨航空公司也没有给我任何的选择 就说现在太忙了 事情太多了 等同志把赶紧的计票把它退了 然后坐了火车回来 我的心里还在路上 还没有到我手上 哇,太乱了 在中国做了这么多交通工具 坐了公交车 搭车 坐了自行车 坐了飞机 坐了火车 啥都要做 从来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一到德国这边就这么困难了 天气好 心情好 你们也知道该吃啥子了 专家 烧烤牛排香肠 还有面包 可以 大太阳 然后老爸在弄沙拉 我们要开始吃了 牛排 沙拉 面包 完美 现在 吃完 刚才还晒了一会儿太阳 休息了一下 舒服 那么这次 去中国 这一次 回去 非常成功 非常开心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在 江苏 在昆山市 出差 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 还见到了 我非常好的朋友 健身 光头 大哥 看了一下 他最近 怎么样 然后我们还一起去 刷了一下 上海 上海也是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好几年 都没有去 上海那边 刷完之后 那当然就是死传了 在 马凯的第二个 家乡 带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那边去看了很多 熟悉的地方 去找了很多 朋友 去吃了非常美味的东西 刷得 也特别开心 然后这会儿 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 草坪上 然后这边 你们可以看到 非常危险 很多苹果 就是从树上 掉下来 然后 放在这儿 烂掉 没人要 这边就是 苹果树 上面还刮着一些 然后 这个地上 有 不少苹果 已经掉下来了 然后已经 烂掉了 那么四川 长度 苹果树 就去了下一站了 山西 西岸 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去看了一下兵马俑 去看了一下城墙 还去看了 其他的地方 然后还尝试了 特别多 山西的 美味的小吃 还去了 北京 中国首都 第一次 去的中国首都 也非常兴奋 也非常高兴 终于 可以见到 长城 故宫 伊和园 还有 天堂公园 还有很多 其他的地方 还吃了一个 正宗的 北京烤鸭 那么北京 真的是一个 让我比较 紧讶的地方 因为我在中国 待了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没有机会 去北京看看 那现在终于去了 就发现了 北京这个城市 非常棒 好帅 天气好 吃得好 还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 就是 交通 太疯狂了 随时都 独撤 那北京 去完 还没完 马俑 还去了 长春 参加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卯议会 就是东北那边 的一个商会 东北 长春 也是马克 第一次 去的 整个东北 我之前都没有去过 然后 东北 长春 给我的影响 也非常好 虽然说 只待了一天的时间 但是 现在 就让我很想 再次去 看一下 去看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 哈尔滨啊 还有很多 其他的地方 那就只有 下次了 反正 这次 去了中国 就让我 又 再次 看到了 中国 非常 大 在中国 来了 很多年 还没有去完 所有的地方 都还没有 走完一半 还有那么多 好玩的 值得去 而且 又 意识到了 中国的美食 太多了 在上海 有自己的美食 去了 四川 也有自己的美食 去了西岸 也有自己的美食 北京 更有自己的美食 然后东北 当然 也不意外 也有自己的美食 太多了 安静的德国 日落了 整体说 马克里 这次回来 就过得 很好 感觉 非常快乐 非常开心 我想晓得 你们觉得 我这次 去了哪一个地方 最好玩呢 今天 这一期 分享 也就到这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 你们 看到 马克里 又回中国了 又过得那么开心 也让你们很开心 那就别忘记 把马克里 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的账号 非常感谢 你们今天的观看 我非常希望 我们在下一期视频 又 可以 见面了